大家好,这里是零路径说 如果你平时喜欢在浏览器上 安装各种各样的插件的话 那么务必要小心啊 因为就在昨天啊 AWAS的安全人员 在谷歌浏览器的插件中心 发现了32款带后面的扩展程序 而且恐怖的是 它们的总安装量啊 居然达到了7500万次啊 大家想一想 会有多少人为胭脂而重招 而且这些带后面的浏览器插件啊 它所航开的范围非常广 主要包括以下几种 从广告拦截插件 支援下载器 浏览器主题 标签管理器 浏览器记录等等 几乎用户安装量最大的几个种类 它都包括在内了 而且更加可恶的是啊 还有另外50个扩展程序 已经被删除了 现在已经无从查证 接下来我们要来公布一下 32款被插入后门的 浏览器扩展程序 首先第一款 它就是这个 Autoscape for YouTube 这是一款广告拦截插件啊 它的累计总部安装量 已经突破900万次 也就意味着 这900万的用户啊 很有可能会成为攻击者的漏机 会成为僵尸网络里的一员 他们会不知不觉中 成为网络犯罪活动的跳板 当然危害程度远不如此 只要对方获得了你电脑权限 那么他想干什么坏事 那是轻而易举的 所以如果你之前安装过这款插件的话 请务必要立即卸载掉 首先你需要打开这个谷歌浏览器 打开以后 然后节目点击上方这个插件的按钮 就这里了 点击以后 然后节目打开里面有一个 管理扩展程序 然后在里面搜索 这个关键词 就是这个AltumScape for YouTube 如果你找到这款插件的话 那么一定要把它系载掉 当然如果你的浏览器上 看不到这个图标的话 那么你可以在你的浏览器上 打开这个地址就可以了 同样它也可以进入到 你的插件管理中心 如果用的是Edge浏览器的话 那么也是一样的 首先我们打开这个Edge浏览器 打开以后 然后节目点击上方这三个点 接着我们点击里面有一个扩展 进入以后 然后节目点击里面有一个管理扩展 进入了扩展中心以后 然后节目在左上方这里搜索 这个关键词 如果我们自己安装的话 我们就给它卸载掉 然后第二款大恶意的病毒插件 就是这个Thunderbolt 它目前也已经被谷歌下架 删除掉了 但是我们还是可以搜索出 它的历史记录 打开以后 它现在已经是零式错误了 已经被删除掉了 这款插件它是一款音频增强器 虽然它目前已经被谷歌删除 但在我录出视频时的话 它居然还是挂在着Edge浏览器的插件中心 所以Edge浏览器用户就要更加小心了 它目前还是没有被删除掉 我刚才是通过它在谷歌的历史图片里 然后经过图片反查 才找到的 它居然现在还挂在这个Edge浏览器的插件中心 然后第三款 它也是一个广告插件器 它就是这个CrystalA的Block 我录出视频的时候 它同样可以在谷歌上查到 但是打开已经是零式错误了 也就是已经被谷歌用商店下架散除掉了 但是同样的 在Vidro用商店里 它还是没被散除掉 在Edge浏览器的扩展中心 它目前已经有6000多个用户在使用它 由此可见 之前在谷歌的浏览器插件中心 它的下载安装量肯定会更高 然后第四款被插入后门的浏览器扩展程序 它就这个Blessq VPN 一款号称是永久免费的VPN插件啊 它目前在谷歌用商店 同样的机会被删除掉了 打开也是404错误 但是目前我们可以通过第三方的插件中心找到它 在这个第三方的插件下载中心 它的安装量就已经突破500多方了 那么可想爱之 之前在谷歌用商店 它的下载安装量会更加恐怖 这款带后面插件图标就这个了 那是它的截图 来自己对照一下 如果之前安装过这款插件的话 那么务必要立即给它下载掉 然后第五款大恶意程序的插件 就是这款剪接版出手 表面上来看 它是一款可以突破剪接版限制的插件 用来提高你的攻击度效率 实际上它已经被植入了后门程序 同样的 目前在A9浏览器插件中心 它同样还挂在上面 但是在谷歌的浏览器插件中心 它同样已经被删除掉了 现在打开以后 它会写出404错误 如果你之前安装过这款插件的话 那么立即给它下载掉 但是这款插件 目前在火壶浏览器插件中心 还可以找得到 它们现在还没删除掉 如果你是火壶浏览器用户的话 那么你务必要在自己的浏览器上 进行检查一下 如果你之前安装这款插件 那么要立即给它下载掉 然后第六款 它是一款页面这种刷新器 我们可以直接搜索一下 它目前还是拐留在 谷歌的历史记录里 但打开以后 它会显示4年式错误 同样已经被删除掉了 但是我们可以通过 第三份的插件中心找到它 但当上方显示 这个Magicin Reflesher 可供下载 在2023年6月1号 从谷歌的用商店中删除之前 它已经有350多万 这个活用用户了 也就意味着 之前有大量用户安装过这款插件 它最新版本是1.1.5 发布于一年前 它也提示 安装时要小心了 这就是这款插件的截图 它主要是用来刷新 单线网页面的 目前这款插件 它在A9浏览插件中心 也已经被删除掉了 然后接下来我们就是第七款 带后面的浏览插件 它就是这个PDF Torbox 打开以后 它现在同样是404错误 已经被谷歌用重心给删除掉了 据说这款插件的安装量 也是非常大的 所以大家一定要在你的插件中心 来进去搜索一下 检查下你之前 有没有安装过这款插件 不管是谷歌浏览器 A9浏览器 或者其他任何机遇 框面任何的浏览器 都要进去检查一下 到目前为止 这32个A627插件 主要是我们刚才介绍的 这几个微卧品比较大 因为它们的安装量非常大 像第一个后门插件 以及这个YouTube的 广告跳过插件 它被删除之前 总共有900多万个活跃用户 然后第二个 音频音质调节插件 它总共有690多万 这个活跃用户 然后第三款 也是一款广告别笔插件 总共有680多万的下载安装量 第三个是免费的VPN 有560多万安装量 这还仅仅是 谷歌插件中心的统计数据 如果加上Edge 等第三方插件中心的话 那么它的安装量远不如此 然后简洁板 助手350多万 这种刷新插件 同样是350多万还原用户 然后后面的20多款 恶意插件的话 它们的ID 我都会放在上面 到时候你打开这个链接就可以了 打开以后 然后你可以复制里面 这带有后面插件的ID 因为每一款插件ID 都是不一样的 它都是唯一的 到时候你把这个ID给复制出来 复制好以后 然后进入到你的插件中心 打开里面的固执程序 接着里面搜索这个ID就可以了 只要在里面找到任何一款 那么它都是打后门的 为了以防万一 你最好把每一款都给它复制出来 赶紧策选一下 这里面打后门的 恶意插件的ID 都是由AWAS的安全能源提供的 如果你发现其中的另一款 你之前安装过 那么为了安全几件 我来建议把这个系统进行重创下 这样比较稳妥一点 可能有人会问 为什么像谷歌这么大应用中心 会出现这么多带后门的 202G插件 之前怎么就不会发现呢 最主要是它们的审核机制问题 因为谷歌插件中心 它们一定会上下很多的新的插件 它们并不是全部有人工审核的 而且有机器审核的 机器审核就会出现漏洞 而且插件作者 并不是一开始就会走入后门 它们往往是在插件的后续的更新中 一点一点加入恶意代码 所以一般很难被发现 所以我的个人建议就是 浏览器插件并不是安装的越多越好 不是特别重要的 我们尽量去给它精键掉 其实很多人平时安装的浏览器插件 只会用到那么几次 平时几乎还是有用到 这种插件在不用的时候 我们最后给它卸载掉 否则的话 它不仅会占用系统支援 拖慢浏览器的打开速度 而且有的时候 很有可能会有安全隐患 从最近几次安全事件来看 现在已经完全不能凭借插件的安装量 来评判该插件是否安全了 很多的插件作者 在经不住流量的诱惑下 在它后续的插件生气中 它们很可能会直入 各种可以让它有获利渠道的木马病毒 这种概率也是非常大的 我之前在这期视频里 介绍情况也是高度的类似 所以大家还是要小心谨慎点为好 感谢观看